今天,A股低开后一路走低,最低跌到2726点,收盘2768点,大跌两个点。 地产股和军工股跌幅居前,因美国宣布技术封锁44家中国军工科技企业,军工股两日跌幅近7个点。 中央昨日再次强调坚决防治方价大幅上涨,昨日今日地产股大幅下跌,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K线人民币汇率方面, 今日,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破6.86,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破6.85,从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日K线可以看到,近几个月,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几乎处于单边下跌走势,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K线美元指数日K线走势途近期美元指数相对波动不大,但人民币汇率不断走低,A股市场再次跌破2800点,金融市场到底怎么了? 显然这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美元指数的走强,这与当今复杂的国际贸易形势,国内去杠杆政策都密切相关, 我们知道,我们每年和美国有几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,如果和美国的贸易问题不能通过谈判解决,那么我国的出口将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,这个时候,适当允许人民币贬值,对我国是有利的,这对我国稳定就业,稳定出口,稳定经济至关重要,当然,我国对人民币贬值的风险, 也做了充足的准备,由于我国对外汇有严格的管制措施,热钱想死时轻易流出国内,也不是容易的事,同时,我国有三万亿外汇储备,这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也是至关重要的, 短期来看,只要相关部门进行干预,人民币编值破期概率不大,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及时跌破期,也不用恐慌, 因为我国的经济基本面仍然是良好的,至今仍然保持高速发展,国内股市已经跌破2800,可以说向下继续下跌,的空间不大了,这个时候不要轻易割肉,但鉴于目前复杂的形势,也不要轻易入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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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